本节目由资深八婆澳大利为你吃瓜播报 火箭少女是创造101选拔出来的女子团体 在节目的时候 这一档节目明显比偶像令习生好太多 但是出道后的资源却不如现在的9% 也是让人唏嘘了 这不最近他们组合又出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有知情人士透露 孟美琪和吴轩仪所在的公司 也是要求他们回到韩国 并且不再接火箭少女的通告了 这也是把不少人都听到了 但是随后粉丝爆出一个消息 似乎也是在验证这一点 据了解火箭少女本来是要准备一个成团发布会的 但是却在发布会的前夕 突然宣布这个发布会取消了 并且恰好卡在这个关口 所以也更是让人怀疑了 看来这个组合注定要凉了 有传言说 韩国的新传经纪公司与俄厂司了 吴轩仪孟美琪被带走 没法参加发布会 原则上来说新传没错 俄也没错 毕竟都有合约在手 问题就在于 月华没能搞定三方合约 十分贪心 两边都想占便宜 于是发布会取消的具体原因 有消息爆料称 是由于团内部分成员的原经纪公司 提出想让成员兼顾原团形成 导致两边意见分歧未能调和 目前火箭少女101官方暂未给出回复 说到这个组合 以第一名第二名成绩出道的 山枝大哥孟美琪和吴轩仪 他们之前就是以组合在韩国出道的 再来参加国内的这种综艺节目 对他们来说 只需要重新回到舞台上 证明自己就行了 毕竟这两人的实力 也是可以看得见的 如果是继续在韩国那个组合的话 他们或许只能一辈子 默默无闻的当个配角吧 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当试图建造中国第一女团的腾讯视频 遇上成熟艺人经纪公司 背后的利益纠葛 从一开始就比十几年前 超女选拔素人出道复杂 创造101里 101个花季少女首次现身时 他们几乎都有所属经纪公司 好处是 经纪公司送到腾讯的这拨人 实则已经通过一定标准衰选 腾讯完成选优 即助推少女成名 并从中获得利益即可 但隐患是腾讯与经纪公司的利益 如何协调 而反观被淘汰了的选手 现在发展的比火箭少女 还要好上很多了 来自香港的许静韵 这一次登上了央视 并且还是世界杯的特别节目 相比这样的资源 真的很不错 很给力了 而最给力的还是 华谊兄弟的契艳迪 这一次也是获得了公司的力捧 不仅登上了央视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也是要来了 这样好的资源 要想布火其实都难了呀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好啦 这一次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啦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扒一扒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